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北美的超市当中 经常能够看到各式各样的芝士和奶酪 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 面对着众多的芝士和奶酪 搞不清楚它们的区别 也不知道怎么来使用 最近看了一些资料 不但自己了解一下 也整理成这期视频和大家一起分享 世界各地的奶酪加起来有超过500多种 但是在加拿大的Costco 奶酪的种类都进百种了 奶酪的中文很多人也称为芝士或者是起司 英文就是cheese 每一种奶酪都有其独特的名字 是根据其制作的方法来区分的 奶酪的制作其实就是将牛奶和羊奶进行离心处理 分离成凝乳和乳清 大部分奶酪是由含丰富蛋白质的凝乳制成的 有极少一部分是用分离出来含脂肪比较高的乳清制成的 最常见的就是源于意大利的ricotta芝士 在加拿大的Costco 这个ricotta芝士一盒是8块9毛9 这个芝士呈雪白色味道清淡 有一点像碎豆腐渣一样 由于它是由乳清脱水制成的 所以适合对蛋白过敏的人士 将分离出来的乳清在加热之后 就可以得到三种人们喜爱的芝士 首先就是这个在加拿大Costco很常见的cotta cheese 一组两包价格是11块4毛9 它的形状像豆腐块一样是做色拉常见的芝士 第二种就是这种我使用最多的cream cheese Costco售卖的奶油奶酪有盒装的有罐装的 经常打折的是Philadelphia这个品牌 一组两盒的cream cheese 这个奶酪奶香浓郁有很多吃法 不但平时可以将它抹在面包片 或者是贝果面包上 做很多甜品更是少不了它 做芝士面包或者是做一些有特色的面包 都可以用到这个奶油奶酪 这个奶油奶酪不打折的时候价格是12块9毛9 第三种就是做提纳米苏必用的这个马斯卡棚奶酪 它要比cream cheese更加的顺滑一些 而且奶香味更加浓郁 这个奶酪价格比较贵 而且在加拿大的Costco一直没有 用乳清制造酸奶也很常见 但是传统的夸克酸奶在Costco没有 Costco经常打折的是这种希腊酸奶 它虽然不是纯乳清制成的 但其细腻的质地与其蛋白质含量 与乳清奶酪相似 除此以外 大部分的奶酪都是由牛奶里面分离出来的凝乳制成的 但又根据其制作方法 以及奶酪的含水量不同分为很多种 直接将凝乳加盐水腌浸制成的叫pheta cheese 这个奶酪在加拿大的Costco有很多种 它的口感绵软 有着很浓的奶香味 也有一点咸味 最适合做色拉的佐料 传统的pheta cheese是由羊奶制成的 但现在都改用牛奶了 将凝乳经过葱洗 种亚成型的芝士有很多种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这种高达芝士 这个芝士它口感比较硬 适合用来配红酒 面包或者是饼干 它也像红酒一样 年分越长越香浓 像Costco这个熟成1000天的高达芝士 价格是19块9毛9 这种叫做Bella Vitano的重亚奶酪 则是带有坚果和水果风味的奶酪 像Costco这个西红柿以及螺类叶风味的 450克一个价格是18元 将凝乳加热制成的 帕尔马森干烙 被很多人称为奶酪之王 所以它的价格也不便宜 其浓浓的奶香味可以磨碎了 撒在一面酱上 也可以用来烹饪其他的美食 很多人都喜爱的马苏里拉芝士 则是将凝乳加热水揉压制成的 也是在Costco总类比较多的芝士之一 我买的比较多的是柯克兰自己品牌的这个芝士 可以买回来自己分成小包装冰箱冷冻保存 这个芝士切成碎片撒在披萨上面 烤好后的披萨拉丝效果看着特别有食欲 而且也喜欢这个芝士带有弹性的口感 如果图省事 也可以直接买这种切成碎条的马苏里拉芝士 还有这种切片的哈瓦地奶酪 以及破罗沃龙奶酪 它们的纸地虽然略硬一些 但是加热之后也能够产生拉丝的效果 其制作工艺和马苏里拉芝士也是一样的过程 圆形的布拉塔奶酪 它则是用马苏里拉芝士和奶油制成 这个奶酪呈圆球状 吃的时候可以整粒端上桌 划开有弹性的外皮 淋上黑胡椒以及盐 就可以直接享用了 它综合了马苏里拉芝士的韧性 以及cream cheese的软绵 还真挺好吃 大名鼎鼎的切达干烙 则是将凝乳打碎 再加热纵压制成 所以它的口感偏硬 但质地顺滑奶香味当中还带着一点咸味 切达干烙有白色和黄色两种 也分不同年限和硬度的 我个人对切达干烙不是特别的钟爱 更喜欢这种马苏里拉芝士和切达干烙混在一起的大理石干烙 有时候用它来烤披萨感觉口感更丰富一些 将这两种口感不同的芝士混合在一起的 还有这些成袋的芝士碎 在加拿大的Costco 也是经常的有折扣 特别的方便做各样的美食 深受孩子们喜爱的这个大理石芝士棒 也是由切达干烙和马苏里拉芝士制成的 这个芝士条我特别喜欢 它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带去学校或者是外出携带都很方便 能够补充孩子们所需的钙质 用手撕着的吃法 也让很多不喜欢切达干烙的人们不知不觉爱上它 现在加拿大Costco还上了这种加工过的切达干烙 它就是将传统的切达干烙制成了柔软的 可以用来抹面包的奶香酱 口感就是带咸味的奶油奶酪 一煮两盒目前店内还有优惠 一包内有三种不同口味的西班牙奶酪 也是重压的凝卢奶酪 它的口感要比切达干烙更腻一些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被大家所熟知的Craft品牌的芝士片 它虽然看着像切达干烙 但它其实不是真正的奶酪 只是含有奶酪的加工产品 营养成分远不如奶酪来得高 以后在考芝士三明治的时候 要慢慢改用真正的奶酪来代替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奶酪是经过微菌发酵的 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Blue Cheese 这种被称为英国奶酪之王的蓝奶酪 它是由巴士杀菌牛奶 盐酵母以及卢酸菌发酵而成 其具有特色的蓝色霉菌纹理 如果不知道的话还以为是这个知识坏掉了 这个奶酪的口感浓烈 一般人不敢尝试 朋友说就像臭豆腐一样 喜欢的人就觉得非常好吃 这个奶酪由于其制作工艺的复杂 它的价格还真是不便宜 相比之下同样是微菌发酵的布林奶酪就更容易被接受一些 这个奶酪它外皮是一层白色的霉菌 其口感也比较柔软 除了奶香味以外也没有特殊刺激的味道 是非常适合配红酒以及各式开胃菜的经典奶酪 奶酪上带着很多冻冻的瑞士奶酪 属于艾蒙塔尔奶酪的一种 这种奶酪在制作过程当中加了一种特殊的菌种 从而产生暗氧化碳造成了这种大气泡 它的口感和chetta cheese类似 但酸味更浓郁一些 经常在costco看到打折的这个一组两条的羊奶酪 它就是用新鲜羊奶制作的 羊奶酪含有更丰富的钙以及蛋白质 比普通的奶酪更容易消化 但它的味道还是独特一些 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 为了淡化羊奶酪的善味 所以一些品牌在羊奶酪当中增加了一些风味 在其他超市看到了这个加了香菜 以及蔓越莓风味的羊奶酪 我个人还挺喜欢原味的羊奶酪的 切一片搭配着无花果来吃 味道还真是挺赞的 除此以外加拿大costco还有很多的奶酪制品 现在为了方便人们食用 很多品牌的奶酪都做成了方便的小零食样子 大家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看一下 是不是用真正的奶酪制成的 奶酪当中的钙质和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是补钙的佳品 前面介绍几种经过微菌发酵的奶酪 它还能够维持肠道内的菌群平衡 对人体有保健的作用 希望这期视频能够帮助到一些不太爱吃奶酪的朋友们 慢慢的开始了解并爱上奶酪制品 好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